复利思维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先问一个问题,假设一张0.04米的普通纸张足够大,将其对折再对折,如此重复对折64次,大概会有多高? 很多人想,一张纸才多厚啊,薄薄的一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折64次,撑死了也就几层楼那么高,10米或20米,这已经算是极限了。 而事实是,如果你算一下的话,一张薄薄的纸对折64次,其高度可达16000多万公里,这个长度是什么概念?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才38.4万公里,这就是复利思维的力量。 如果你还不能相信的话,再看一个问题,一片池塘出现了一块小浮屏,如果它每天增长一倍,预计十天就能长满整个池塘。 请问多少天能长满一半水面? 答案是第九天,也就是说,你第九天看的时候才覆盖池塘的一半,但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覆盖全部了。 听起来魔幻,但事实如此,当你有5000万美金时,你只是一个千万富翁,可是只要翻一翻,一天之内你就会变成亿万富翁。 这就是复利的力量,所谓复利思维,基本质就是,做事情会导致结果B,而结果B又会反过来加强A,不断循环,正如一张纸的对折,每一次都是把之前的结果翻倍,正如财富的积累。 当你有了盈余资金,即使不多,只要能产生盈余,哪怕很低的盈余,你不断重复利滚利,长时间下来,也会是一笔很大的资金。 经济学家用一个公式,表达负利效应一加二,或呼称以恩,二代表你正在做的事情,恩代表时间,单二为正事。 例如,你每天坚持看半个小时书,也许一天两天,你和别人的差别无法显现出来。 但三四十年之后,差异是你想象不到的。 再例如,你每天坚持跑步半个小时,也许一天两天,你的身体并没有变得多么强壮。 三四十年之后,和你同龄的人,有的人也许已经不在了,有的人瘦弱不堪。 但你,还是能一餐吃三碗饭,一口气上六楼不用船。 只要二为正,即你在做正确的事,时间就会为你带来奇迹。 一,财富富利。 在财富积累领域,理解富利思维最好的例子是巴菲特。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曾经是世界首富,即使是现在,依然是全球富豪榜前十位的人物。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巴菲特一生中99%的财富,都是他50岁之后获得的。 也就是说,50岁之前,他也许就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层,50之后进入财富爆炸期。 关于财富积累,巴菲特在其2006年之股东性终举了一个例子。 从1900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道琼斯指数从65.73点涨到了11497.12点,足足增长了176倍。 是不是非常可观,那他的年,负荷增长是多少? 答案是,并不让人钦佩,才仅仅只是5.3%。 这个增长率意味着,你有1万块钱,每年才新增530块钱。 不用巴菲特,每个普通人都能做到这个增长,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巴菲特,因为只有他能持续数十年的坚持。 有什么财富秘诀吗? 没有,就是很简单的复利思维的运用,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如此而已。 既然按照复利思维的效应,挣钱很容易,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挣不到钱?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复利的核心在于回报率,但其实,复利真正的核心在于时间。 即使5%的回报率,100年以后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问题是有多少人能持续做到100年,每年5%的回报率? 不是能力上是否能做到,而是没有这个耐心,要么觉得回报率太低, 不懈去做,要么觉得回报率太低,按不住蠢蠢欲动的疯狂驱动,这就是穷人和富人最根本的区别。 大多数人总想着一夜暴富,用最短的时间,追求最快速度的财富积累,追求过高的回报率。 高回报率意味着高风险率,被骗,亏空,债态高累,压死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人。 真正的智者追求财富稳步增长,平衡好回报率和时间,不要把忌惮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价值投资理论等等,说的就是这样。 巴菲特说,人生就像滚雪球,关键是要找到足够湿的血和足够长的破。 90年代的股票,10年的房地产,17年的比特币和消费升级。 这个时代不缺机遇,只要你用心有耐心,未必会成为首富,但实现普通人的资产增值保值还是不难的。 一夜暴富总是很难的,但慢慢挣钱相对容易很多,只可惜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都喜欢做难的事情,而不做容易的事情,希望你不要这样。 二,知识复利。 复利思维可以用来思考人生,而不仅仅是财富积累,李孝来当了七年的新东方英语老师,坚持每天雷打不动地看两个小时书。 2016年12月份,他在德岛上上线了一个专栏,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 你知道这个专栏最后卖了多少份? 10万5866份营业额2000多万,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之前一个外卖小哥在中国誓赐大会上击败北大硕士,成为年度冠军,用常人的眼光外卖小哥击败北大硕士,家政保姆成为火热作家,某种程度尚算成功了吧。 人们一定会认为,他们背后付出的心酸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真的他们背后付出了很多心酸吗? 记者问雷海维,你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样的? 哪有时间看诗词呢? 雷海维答,不管工作和生活多盲目,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送外卖其实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这些时间用来背诗词是比较合适的。 比如在商家等餐的时候,在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这些时间都可以拿来背诗词,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的这段时间,我回到住处换个电瓶,吃个午饭。 有那么一个多钟头的时间,这个时间相对充足,就可以坐下来好好读几首诗词,你看等餐等红绿灯,回到住处换电瓶休息的时候,被各把小时诗词,辛苦吗? 好像也没有到挑灯夜战的地步。 心酸吗?和你等红绿灯坐地铁看手机,其实是一样的。 正是这日积月累的一个小时阅读,一个外卖小哥击败了一名北大硕士,这就是复利的力量。 新知识不断成为下一次思考素材的积累,从而让知识能够不断以复利速度快速迭代。 三,健康复利。 连续四十年没有生病,连基本的感冒都没有,做到这样难吗? 我一开始以为难,如果让我做到连续一年不生病,可能还可以,但连续四十年不生病,连基本的感冒都没有,难,真的很难。 后来,我看到了张全通的故事,一个76岁的老人和其他年余古系的老人不一样。 张全通首先看起来就不像七十多岁的人,一身肌肉,虽然不是浑身大块头,但皮肤没有松弛,身体坠入很少。 更重要的是,张全通对记者说,我从三十岁之后就从来没有生过病,连基本的感冒都没有,怎么做到的呢? 每天坚持慢跑两公里,游泳半个小时,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 只要海水没有结冰,再冷我都不怕,别人穿着棉袄,我只穿一条泳裤,到海里就跳下去。 从三十一岁开始,整整坚持了四十六年,这样的坚持带来的回报就是,他的身体素质和样貌,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二十岁。 健康也是有福利的,你今天多锻炼二十分钟,身体就能得到一分的锻炼, 反过来就能促进你明天的工作和锻炼。 其实要身体健康真的不难,一日三餐正常吃,别熬夜,做起规律,每天坚持慢跑和锻炼半个小时,难吗? 不难,有点心都能做到,一直坚持,身体就会给你回报。 四,人脉负利 人脉也是一个负利模型,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 职场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情感银行。 今天你损害了一个朋友的利益,即使是从情感银行中取了钱, 今天你和朋友合作共赢,即使往情感银行中存了钱。 情感银行其实就是你的人脉资源,一个人情感银行中的储存越多,意味着人脉资源越丰富。 但人脉负利讲的是,你是每天在往情感银行中存钱,还是每天在从情感银行中取钱? 简单来说,一个天天需要麻烦同事的人,和一个天天能给同事带来帮助的人,在公司同事群中留下的形象,一定是不一样的。 人际关系大师斯蒂芬杰姆提出微笑原则,每天早上上班对每一个同事微笑,一年后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微笑所传递之人,又会把对你的好印象扩散出去,并在行为上反馈给你,例如在与你共事时更加积极,对你的工作更加包容等等。 这些反馈会促使你更喜欢微笑待人。 人脉负利的最终回报是,你将会在人群中拥有自己的形象,以至于每当有人提起你,立刻会有人附和说,他可真不错呀。 五,负利效应的临界点 道德经里面说,天下大事,必作于戏,天下难事,必作于义。 从负利思维来看,人生很多难题,其实都不难。 为什么很多人依然熬不过去? 因为他们没有熬过那个临界点。 负利效应中有一个临界点,一旦事情迈过,这个临界点就会飞速向前发展。 前面的例子中,池塘中的浮贫每天增加一倍,从零到覆盖一半花了九天, 而从覆盖一半到覆盖全部池塘,仅仅只花了一天, 这就是临界点。 巴菲特的财富积累,从零增长到一百万美元很难,也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但过了一百万美元这个临界点,从一百万美元增长到二百万美元, 五百万美元就变得容易很多。 你也许可以坚持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每天看书, 你也许可以坚持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每天锻炼, 但看不到效果,也许你就放弃了。 哎,没什么用,其实不是看书锻炼没什么用, 是还没有到达那个临界点。 很多人都知道,负力思维临界点的存在, 在区分这个世界的平庸者和伟大者。 六,负力效应的破坏效果惊人。 以上讲的是负力效应的正面效果。 一旦人生进入负循环, 负力效应的破坏效果一样可怕。 每一次雪崩,都是每一朵雪花施加的重量。 一个事物一朝崩溃, 一定是此前无数次的重复错误行为。 每天坚持锻炼半个小时, 你健康指数在数十年后, 比同龄人会优秀很多。 那么,如果每天都熬夜半个小时呢? 也许几年之后就不在人世间了。 假设一个人的水平是一, 如果每天毫无进步, 那么一年后,这个人的水平还是一。 如果每天进步百分之一, 例如每天看书锻炼等等。 一年后,这个人的水平是一加百分之一, 乘以365等于37.38。 反过来,如果这个人每天退步百分之一, 例如坚持玩手机,刷微博, 每天熬夜半个小时, 透支身体百分之一。 一年后,这个人的水平是一减去百分之一, 乘以365等于0.025, 37.38和0.025差距一目了然。 当然, 这只是纯粹理论和数字的推导, 但这些推导依然有意义。 它们会警告每一个人, 即使你每天只做那么一点点, 一年或者十年之后, 你的人生轨迹也许再也无法改变。 你会彻底沦丧, 所以每天努力一点点, 用投资大师芒格的话来说, 确保你每天睡觉之前, 都比你醒来时聪明一点点, 剩下的交给时间, 你的人生会进入正循环轨道。 七, 复利思维背后是复利品质。 很多人非常看重回报率, 甚至要求今天努力了, 明天就要看到回报, 在财富投资方面。 别说年回报率5%, 10%都未必接受得了。 于是, 为了追求高回报率, 借钱, 贷款, 挪用致病基金, 但高回报率同时意味着高风险率, 依照亏空, 满盘皆输。 真正的智者追求稳健增长, 更看重长期性的时间, 而不是短时间的回报率。 所以, 那些能真正利用复利思维, 规划自己人生的人, 都有着简单但常人却难以做到的品质。 一, 坚持。 很多事情都是坚持到了后面, 有了临界点才会爆发出效果。 只要方向是对的, 不要焦虑和不安, 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二, 不要透支。 不要透支, 无论健康、 人脉、 财富、 智力, 都不要去透支。 你需要有大局观, 能沉得住气, 对自己能把控, 每天透支一点点, 十年后你就废了。 三, 目标感。 目标感决定, 你能否在一个方向持续走下去, 做任何决策时, 都无必要知道。 变更方向是有成本的, 尤其是当你已经在一个方向努力很长时间, 此时变化方向成本非常大, 仿佛绝境的人已经绝近了一百米, 没有看到谁, 要换个地方重新来。 四, 别盲目相信勤奋的力量。 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 就是勤奋使人进步, 劳动光荣。 这让华人对勤奋, 有种莫名的依赖感, 无论什么问题, 只要努力勤奋, 就一定可以成功。 财经作家欧生说, 别盲目相信勤奋的力量, 熬夜加班, 和你躺在床上睡大觉, 很多时候没有多大区别。 很多时候, 人生需要的不是勤奋, 恰恰相反, 是需要你拒绝勤奋, 拒绝挑灯野毒, 和早笔投光, 拒绝透支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力, 给自己的生活留下自由的, 甚至懒散的空间, 只有生活质量的提高, 生活乐趣的增加, 才会增加人们对于生活的希望。 你要始终记得, 复利的人生, 更看重有生活质量的人生,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生, 才能走得长远。 作家马里奥普佐说, 伟大的人, 不是生下来就伟大, 而是在成长过程中, 显示其伟大, 那些数十年主意坚持阅读的人, 那些数十年主意坚持锻炼的人, 那些数十年主意坚持, 每天出门精装打扮的人, 所有他们, 做的事情都不伟大, 都很平凡, 都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因其坚持, 时间让他们变得伟大。 希望你看到这里能明白, 当你付出时, 回报率不是最重要的, 想一想, 你要怎么能做到坚持一辈子, 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